《Click for Arts》主張開場時間由你決定 上網聽歌、看show慢慢成為新常態 除了流行曲,不少人亦會找其他新東西聽 今次找來著事樂手關家傑 這位土生土長的著事樂結他手 今年更有份入為國族三十一屆台灣金曲獎三項提名 接下來他會在集齊各類型音樂文化節目的《Click for Arts》 為大家推介本地著事樂手作品 剛剛接觸著著事樂的朋友就要留心聽了 大家好,我是香港的著事吉他手Alan Kwan 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十四歲左右開始學吉他 然後我就聚心於著事樂 在2009年的時候我就搬去德州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就讀著事樂 然後我就搬去紐約就全職做著事樂手 2018年的時候我就回到香港 都很幸運我2019年出的大碟 Patrick Kwan 剛剛在今年就獲了三項金曲獎提名 著事樂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的自由 漂亮的位置就在這裡 你可以在你的規則裏面發揮你最大的自由 這就是每一次彈、每一次聽 都會令到我有很多驚喜 講到香港樂壇 K歌和主流音樂幾乎畫上等好 而著事樂往往被歸類為小眾或獨立音樂 作為城中最活躍的年輕著事樂手Alan又怎看呢 著事樂在香港被歸類為小眾音樂 其實也不只是在香港 在全世界都是 相比其他地方下我們還是很落後 反而我想的事情就是究竟我們可不可以 在這個獨立音樂或小眾音樂裏面能夠生存呢 今次一連八集的作樂集作 就會圍繞著四位我選出來的著事樂手 有玩Jazz Rock的Viktor Jupe 玩一些很experimental 比較modern一點的Jazz的Loe 玩Faolin 也是玩一些Gypsy Jazz的Sharon 最後就會有著事樂界裏面一個大師級的人 Ted Lo 我們就會圍繞著這四位著事樂手他們作曲的方法 也會教大家如何欣賞著事樂 將著事樂不同的光譜帶給大家看 就是想告訴大家 香港其實是有很多著事樂手 他們默默奸運著 不是很多途徑讓大家知道 我希望這八集可以帶給觀眾的就是 香港是有一個著事的圈在裡面 支持貫土的音樂 網上看show 聽歌 已經成為香港人生活習慣一部分 作為一個藝人 由傳統現場表演、賣碟 轉到今天的網絡世界 Alan對新媒界又有甚麼看法呢 確實是大小所趨 還有就是在現在疫情底下 是一個無辦法之下的一個選擇 也有它的好處 就是不用我們停下來 沒有創作 等觀眾沒得聽話 網上串流 他最記得有一次就是 他說下一首歌可不可以玩些甚麼 我們就說好 其實也帶回我們還在玩Live Click for Arts主張開場時間 由你作主 觀眾來說當然是一個很方便的平台 五花八門所有的藝術 你都是一按就看到 對於樂手來說 都是有一個很好的作用 有很多觀眾 可能覺得聽一場著事樂的成本很高 很可能就會卻步 現在你一按就看到 聽一下究竟是否適合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平台 對於觀眾來說 還有樂手來說 是有更加多的一個connection